很多人也在问我 阿贵教授呀 你每天到处演讲 为什么毁人不见 你为什么不累呀 我都告诉他 过去的孔子 周游列国交万民 今天的阿贵环球演讲 不断的在传播善知识跟正念 叫正人心 因为心中有个了不起的字 我们称为爱 也称为慈悲 所以当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心中是有爱的 是有慈悲的 是心甘情愿的 你都不会感觉累的 所以我们永远要记住 用慈悲心 来关怀别人 来自骗及于一切的众生 用我们的智慧 来关照自我 来自于细微的每一个念头 所以敬天爱人 就是让大家懂得 有爱觉得不累 那每天 只要我们都能利用 立他之心来生活 不断的为人服务 为人奉献 我相信 我们就能够快乐每一天 解说 就能够快乐 我们就能够快乐 eens 我就能够快乐